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Zoom直播间 参加我们的钢琴弹唱公益活动 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是2015年注册成立的一个非盈利性公益组织 成立至今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 在此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的心情付出 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的公益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 为了使仍处于疫情期 长时间宅在家中的更多的民众受益 中心安排了很多的网上公益活动 那么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每周五的钢琴弹唱公益教学活动了 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原湖南师范学院的钢琴金牌副教授Nancy 如果您一直有一个钢琴的梦想 却直到现在还未开始 那就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专为零基础朋友特制的小白钢琴弹唱训练营 愿源于一个美丽的梦想 让我们一起快乐地学习音乐 学习钢琴 学习唱歌 体验钢琴弹唱带来的身心愉悦 让琴声和歌声伴随我们走向幸福愉快的明天 有请Nancy教授 大家好 感谢 感谢牛嫂 感谢这个加拿大 华人政府中心 给大家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我们又每周星期五上线了 看看现在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 yes ok 特别好 但是好像这个主屏幕好像还没有看到 能不能聚焦一下 聚焦一下主屏 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到 如果看清楚的话 ok 看清楚了 特别棒 开心 很开心又看到大家 这一周呢 我已经收到了有11个小伙伴的作业 那么11个小伙伴呢 都非常非常努力 勤奋 刻苦 所以说学情的路上呢 是有很多的 这个我们讲的心酸也好 或者说对自己的challenge挑战也好 很多很多啊 但是你会看到你每次克服一个困难 你都会让自己的程度向上走一步 离你的梦想越近一点 那么前面一段时间 我们说静平说 看不到那些老师的图像 那有没有说 我们的主持人 看看是 今天是谁在我们的现场把那些老师的这个主频呢 聚焦一下 放在 放在主频上 或者是你自己调整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怎么样 对 聚焦视频 对了 yes 这样就ok 特别清楚啊 星期五是我们大家 这部电影插曲 我们讲的这个你好 李幻音 这个电影的主 一个插曲 叫宣草花 对吗 我的小伙伴们 拿着这个曲子 已经是在 很努力的弹奏中 这里啊 我们要特别特别感谢啊 有一位 为我们心情付出的 伙伴 大家现在手上看到的这个谱子 都是他心情更明明的结果 因为 写五线谱的这个谱子非常非常难 这个就是我们群里的小伙伴 叫李彬彬 希望大家呢 知道他的 我认为是非常棒的一个 一个伙伴 我就不在这里 但是大家都要感谢他 现在你们分享的谱子 都是来自于他心情的努力 他加班加点给大家 把我的上课笔记 都用五线谱的方式呢 把它表达出来 你们现在用的谱子 是都是李彬彬做出来的 标好了执法啊 是Nancy老师很多的笔记 都他全部标上去了 我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那个写谱的是要编程的 很多程序 他自己把它做出来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 陆陆续续进来的 新来的小伙伴 还有我们在座的所有小伙伴 都要带着感谢的心 感恩的心去感谢李彬彬 李彬彬 好 那么 我们上一节课 我看到 对 我看到大家说谢谢李彬彬 好 彬彬 希望呢 你打完这个疫苗 也早日的康复 和你的家人 嗯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继续的来 用最后一节课 我相信今天来讲 这个宣传话 我希望用了三节课的时间 来给大家呢 把这首作品完整的 再复习一下 啊 复习一下 对 谢谢 大家都说谢谢 彬彬 嗯 特别开心啊 那么这首作品 我在第一节课里的时候 是带着大家 把右手做了一遍 第二节课呢 我是带着大家 弹了一遍左手 对吧 左手 现在大家都发现了 不同程度的难度 但是 基本上我看到 大家的右手都OK的 右手特别特别的 已经搞定了啊 那么现在大家发现 左手有一点难度 那么难度在哪里呢 呃 我们的 很多小伙伴 之前教过很多作业的 但是现在因为 被这首作品 好像卡住了 但是又特别想弹 还有一点 我们的小伙伴 对自己的要求 都比较高 都希望自己能够 呃 弹出很好的作品 再交到这里来 嗯 好 那么今天 我们再把这个右手 跟左手 呃 完整的跟着 Nexi老师的 来走一遍 那我们中间 要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也会在这里呢 跟大家分享 呃 那么这个过程中 我今天还收到 另外一个小伙伴 呃 特意给我留言 呃 视频啊 我在这里回答 代表 代表 你代表了很多 小伙伴的问题 那么 就是说 当我们这首作品 弹的时候 右手 跟左手 哎 手腕 手腕疼的厉害 哦 好的 那么 呃 这首作品 我要求大家呢 是用连音弹奏法 因为 彬彬给大家的谱次 已经标出了连线的弹奏 就这个连线就是代表的是 这个曲子的乐剧分析 啊 我们唱的时候 有一句话 两句话 是确实需要时间的沉淀 所以我用了三节课 大家记住 我用了三节课来讲这个作品啊 为了大家能够很好 因为这个曲子已经超越了你们现在的程度 但是每次跨一个难度 你们就会上一个台阶 第一个部分 大家现在如果拿到普通的小伙伴啊 如果没有的 今天有没有新来的小伙伴 如果有新来的小伙伴打一个666 告诉我们大家 然后呢待会儿请大家进到群里 因为我们的钢琴群 现在都几乎超过了200人 所以我们基本上扫码是 啊 是不是 Cassie啊 看得不大清楚啊 那么欢迎你是一个新来的小伙伴 待会儿不着急啊 你下课了以后到群里面来 好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是 我今天发到群里的 彬彬发给大家整理的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 彬彬根据我前面两节课啊 彪的指法和和弦 那么所有的小伙伴 请你们拿出这个作业来 我们再来一遍 在这个旅的过程中 我就回答 我们中间小伙伴有一些问题 出现了 出现哪些问题 另外这一次交作业中间 有一个小伙伴 谈的特别好的作手 啊 将来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他 就是也能看到我们每次的作品中 有很好的小伙伴谈的作业 而这次有一个Alice啊 那么他呢 就是弹左手 唱起来啊 非常优美 非常的动听 啊 左手处理的难度的高低 都是非常棒的 那么上一节课我的作业是主攻 请大家主攻的是左手 大家已经把和弦 一个一个的弹出来 那么左手的问题 跟右手的问题 我会现在跟大家一起来 再review一遍 我们再与一次 那么前面没有听到课 或者是你load地方的小伙伴们呢 啊 我们再带着好的心态 再来一次 这样你就会巩固 我们再次温富而知心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 在弹奏的时候 注意啊 这首歌我们是打算 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谱子 叫宣草花 而且呢 底下已经大家看到了有歌词 也就是这首作品 大家希望呢 是边弹边唱 啊 那么我今天要讲到一个核心 也就是我们正门功课 联系老师给大家开的正门功课 在我们的群的名字上 和我现在上课的时候 开始来强调我们的核心 啊 核心课程的在哪里呢 是弹唱 嗯 弹 加唱 这两个功夫要加在一起啊 那么 之前 我没有强调强调再强调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大家从零起步的时候 这个弹 是一个大问题 换句话说 嗯 弹还过不来 你就不要扯到唱的问题上 所以能够跟着把谱子唱出来就很了不起了 但是现在我们的小伙伴的程度 哇哇 蹭蹭蹭的往上窜 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 啊 从去年的7月份到现在6月份 几乎快要一年了我们这个班啊 大家小伙 大家的这个努力啊 我是看到了 你们自己也看到自己成就 从零到现在两个手台 很棒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为你们加油 为你们骄傲 为你们自豪 好吗 那么 呃 这首歌如果是唱的话啊 请大家注意了 第一个层次 我们是把它练出来 练出来的第一个标准是 唱谱 对吗 第一个唱谱 啊 那我们现在来跟着我所有的小伙伴们 第一个拿出右手 我们走一遍啊 我们走一遍右手 哎 你们把声音milt掉 把声音milt掉 然后跟我一起来做 嗯 这样的话你们就动作跟我基本上统一了 对吗 啊 速度上呢 他用的是80 就是这个唱的 你们也可以听一下原版的 因为我给了你们一个文件 里面编辑的时候 有一个唱版呢 就是电影的那主题的唱版 你们可以耳朵去多听一下 我们按照唱版的那个速度来就是 很轻柔的 勾勾的金山上 你看他很柔 很轻柔 那么如果你我们下面的终极目的 是为了弹跟唱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脑子里要有一个概念就是 最后的版本应该是唱的声音在上面 弹的声音在下面 有些我们唱的时候的声音要出来一点 弹的声音要收一点 那么不要因为我们钢琴本身是非常重的 在一个我们这里面的小伙伴中家里的钢琴有各种各样的型号 那有一些呢5点1点钢琴比较高比较大 甚至还有我们这里面还有像这样的三角琴的话 本身的音量就很大 因为它的音域很宽 造成了我们再怎么弹 它的声音很大 那怎么办 我建议大家如果以后有这种情况的话呢 你们可以自己准备一个小话筒 你用一个音响来接 那么可以变成弹唱 这样可以提高你的唱的声音的大小 第二个方式呢 就是把你手上的功夫再加强一点 加强是怎么样 把双手的力度控制下来 控制下来 也就是弱化它 听懂了第一个概念吗 就是我们在弹唱的时候 要有一个组线 主要的概念是什么 唱的声音要在弹的声音上面 因为唱是主角 弹是配角 对于这首歌来讲 特别是有歌词的歌曲 那么叫弹唱的歌曲的话 歌词来讲 我们要把这个唱的声音飘在上面 弹的这部分呢 是它的背景 就它的背景相当于是这样一个关系 脑子里没有搞清楚了 那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右手 先看第一段 第一个 我们的 我们拿到普及的第一个 先从右手看一下 那我们的右手呢 前面的四个小节是什么 是前面的八个小节是过门 过门就是前面的叫什么 我们通俗讲的叫过门 那么专业讲法叫什么 叫前奏 对 叫前奏 大家都可以写笔记的 那么这个过门 这个前奏 我们这个谱子上标了是 主要是两大个乐句 两大个乐句 好 那么速度上我们轻柔一点 那我们现在过门的时候 唱的是谱子 来 手形摆好 我们准备好 大家看好了 把你的手放上C position 就是C手位 慢慢来 那么重点这个曲子练习的 C手位中的三度和弦 前面三度 后面三度的和弦为主 这里面有很多的三度和弦 手位已经在上面标好了 上过我的第一节课 前面两节课的小伙伴 他是完全知道 上面的首位是什么了 我在这里就不拆开来讲了 好吗 那么如果是新来的小伙伴 那么下完课之后 请你们去看我们 之前的录像回看 那么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仙草花的 三节课的录像 就可以完成了 好 我们一起来做 我现在想看看我们的小伙伴 有没有把镜头打开 我可以看到你们的手 是最棒的 看到你们的眼睛和眼神 是最好的 我希望有这个交流 好 来 1 2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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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好,你看这个过门的时候 我在倒数的第二小节 稍微渐慢了一点点 这样子让你的情绪储蓄一下 储蓄完了再开始 有感而发的唱主旋律 后面就是 好,那我们现在来一次好吗 用这个速度大家跟着我一次 来,从头自尾来一下 看看大家右手应该没有问题吧 1,2,3,go 3,0,2,3 2,2,3,2,3,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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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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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加一个小小的单词 请大家看一下 加一个小小的单词是RIT 那么我在这里写一下 大家看一下 在结尾的这个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RIT 好 我们看一下 在结尾的倒数点小结上RIT 标一下这个 记了吗 请大家记下来在结尾的地方RIT 好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缩写的 贱慢符号 贱慢的意思就是 我们开车的时候 快要停车前 看到stop side的时候 你要踩油门 踩油门的时候 车子就会怎样 就会慢慢的Slow down Slow down 所以RIT 意思就是Slow down的意思 请大家接下来 接好了吗 接好了吗 接好了啊 接好了啊 好 那么大家再听一下我的结尾 我们来试一下结尾 什么样子叫做 贱慢 什么样子贱慢啊 我从这个 这首作品的结尾的四个小结 最后的四个小结 来 大家一起来一次 来 大家一起来一次 嗯 好了吗 来 One Two Three Go La do la Sudo so mi la La do la La do la Go 好 当你接接慢的时候 就等着后面的四 后面那个倒数第二小结 开始每一个音的长度被拉长 被拉长 就是不按前面的速度了 就是每个音的长度都变拉长了 就是我刚刚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 就是你踩刹车之后 车子有个惯性 它不会突然本停下来 而是慢慢慢慢的Slow down 这样的情绪会非常的温婉 而饱满 那我们自己处理的时候 是可以这样处理的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用 用到这个键慢 就是刚才我们的过门那个地方 也是 前面那个过门那个地方 也稍微的可以加一点点这个Slow down 这个地方处理 但是结果 这个地方 用这个处理法 都是在结尾 Ending的时候用 大家记住了吗 Ending的时候用 Ending的时候用 那么 刚才大家 情绪上可以 如果你能够 右手可以很顺的弹下来的话 那怎么样子来 来练第二个层次呢 你看我们现在解决的是右手 好 那我们现在来 再跟我走一边右手 这个右手 这一次呢我们就唱歌词了 试一下你唱歌词 不要双手啊 记住我教你们的程序 为了达到你弹琴的 最后的Final的一个效果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分声部 就是分右手左手 几个部分把它拆开来 做到最好 最后再来我们叫什么 work together 我们就在双手 teamwork 在双手再合在一起 这样才会达到你的作品 非常完美 我现在看到的小伙伴很多中间 之前第二节课里 我讲过了 由于很多小伙伴过于求成 就是 就没有把右手跟左手 这两部分完 把它完整 或者说没有攻破它 带着问题 带着问题 组合在一起 然后问题很大 问题很大 以后再来解决问题 就很难 对大家 好难啊 好难 怎么怎么也合不来 是因为其实一个手没有顺 没有顺 那我们现在准备好 来 带着歌词来一遍 大家准备好了吗 带着歌词来一遍吧 一定要跟着我们来哦 好 速度给你们 不要着急 这个曲子非常的温婉 非常温婉 好 准备好啊 我们开始 好 我把它捕子放好啊 One Two Three Go isp 兩 三 柄 几 三 義 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有一天,心事去到远方,再多伴坐翅膀,迎着风飞扬,如果有一天,风流有声,想着它就会有 好猛一场 六排 摇摇的天枝呀,千草花开花 每一朵可是我,千花的模样 让它改变我等着你回家的路上 好像我从不成离开你的生活 好,你看,这样子呢 你就能够很好的把情绪传递到你的手上,你的嘴上,你的整个身体 我上一节,第二节讲到了一个重要的核心点 是我们的嘴,把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手在一个点上 那么之前,我们的很多小伙伴呢 不管现在在哪个程度上 我们可能最后要,最终要解决的是什么 是一,当然手不够熟练的时候 你的这个心呀,分成好几份 老师在读谱 读了谱呢,就忘了歌词 那么如果唱歌词呢,又忘了手在哪里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口、手、心 它不在一个点上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刚刚讲了 不要着急,你得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解决 我强化上一节讲到一个 很多小伙伴都知道我那个关键词是什么 是量化 那么量化是什么 就是你的右手如果发现 现在第一个层次是唱谱 你能很顺的把情绪下来 那么基本上过关了 那么接着再来把歌词套上去的时候 发现不行怎么办 好,那小伙伴说我一加个词 我就不行了 好,那么现在我来给你解决方案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 第一,把整个 你刚刚唱谱是可以这个速度 但是加歌词以后 因为你的脑子里面 又要看谱,又要看词 其实是脑子同一时刻要思考两个问题 你的眼睛在读的时候 既要读谱,还要读歌词 是不是要两个思考 要同时进行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难度加大 怎么办呢 就是Slow down 就是把这个速度降下来 比方说加上歌词的时候怎么做 你过门是很容易的 因为没有歌词 好,这个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一加个词,那怎么办 搞不定 好,那我们现在有个办法 把速度降下来 用你的眼睛 同时看歌词的速度来谈 那就是 高高的青山上 是 高高的青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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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青山上 高高的青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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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高的青山上 高高的青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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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青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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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 那么当你用最慢的速度 能够拿下来 从头四尾坐下来 这就是唯一的标准 这个标准达到了之后 那我们在这个标准上 连续谈十遍 每个人不一样 有些人五遍就OK了 那么五遍我就顺了 我就可以很顺的下去的时候 那你就再把那个速度 加一点点 就像我们开车 一段路只有四十码 那我就四十码 等到这段路熟了 我不用看那个路标 什么三什么什么location 你就闭眼都能开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速度再提一点 一点一点加上去 一点一点加上去 一定要有这样的层次的速度 去解决你的这个流畅度 那么标准我刚刚说了 标准一定是 眼睛嘴巴心手 嗯情绪 五个点要在一起 这才叫完成 这才叫这只手过关了 好吗 我们的右手啊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左手 小伙伴们 左手是上个星期的作业 左手上个星期的作业呢 其实左手对大家 差的比较大对吧 因为左手呢 没有旋律的时候 小伙伴们是很难谈的 那我们第一个层次是什么 第一个层次是 不唱右手的旋律 那是最难的挑战 是唱右手旋律 那第一个层次是什么 哎走一遍左手 走一遍左手就是把他的音 每个音都把它唱出来 不着急 我们走一遍 慢慢的来一遍啊 那前面的过门是 送二三 听二三 拉二三 听二三 这个四个小节大家都知道是单音 对吗 这四个小节是单音 好 那么 谱子上面 我上次给大家标过这个 这个左手是有手位的 八度的手位和弦 对不对 哎 那么第一个是F 八度的F和弦 打开 发 拉 发 动 发 哎 有很多小伙伴已经学会了 很多小伙伴是这样的 发 动 发 好 再拿起来以后再找下一个 啊 米 松 动 很多小伙伴难在哪里 我看到了 甚至有小伙伴 就是我不知道我做错怎么弹 是因为 从这个八度到下一个和弦 跳动 隔得太大 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讲 有一定的难度 是 哎呀 我找音找不着 我的眼睛总要看 那怎么办这个问题 好 特别棒 这个 这个问题我今天来解答一下左手 啊 那么左手是这样子的 你看到每一个标出来的第一个音 也是我们的首位那个音 比如说我们从 嗯 第四 第五 刚刚四个小节完了的 第五个小节表话 那么第一个音是F对吗 好 你在弹F这个八度的时候 发 动 发的时候 你的眼睛要比手快一点点 要赶快看到下一个小节 要赶快看到下一个小节是什么 是一 好 你看我这个发弹完的时候 我的手你看到没有 就就把它收回来了 这个大的动作收回来了 就把小拇指放到了什么 E上 S E B S Do 好 每次这个关键点看到了 啊 当你的大拇指落下去的那一瞬间 眼睛要看到下一个小节的第一个音上去 那么下一个小节第一个音 也就是下一个小节的首位了 基本上是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点来解决它 是什么关键点 刚刚大家总结了吗 就是你的眼睛要比手快半拍的样子 就是你的眼睛要是你的开路先锋 要先行 要先行一步 这个习惯是我们要解决左手和弦 一步一步往下走的一个关键的技术 接下来了吗 记住我刚才讲的这个点吗 就是眼睛要比你的手快半拍的向前去 否则的话就变成了发动发 再来看下一个和弦 你再看下一个和弦 这样的话就会帮帮助你来解决和弦跨度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看从这个八度到下一个一 这个移动了有多少度呢 大家数一下 所以对于很多小伙伴本身就是平时练琴的速度不够的话 手反应慢一点的小伙伴没有用这个方法的话你就硬生生的从发跳到一 很多小伙伴就会有问题 老是找不着 因为隔的阴太距离远 那么一步跨不到就会弹错阴 这就是我们中间有很多小伙伴跟我说 我的左手弹起来好困难好困难好困难 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他从这个和弦跳到下的和弦的跨度找不着 那么我今天讲的这个和弦呢 看起来是解决某一些我们的小伙伴的问题 但实际上我阐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 希望大家用这个技巧 这个技术去解决以后弹琴的问题 这是重点 这是重点 先行一步 好 那我们从这个第五个小节开始 好 这是过门 过门完了以后 再往下就主旋律部分 那么主旋律部分用的是 我上个星期 讲到我们左手这首作品 用了好几种的这个和弦形式 重点在这首作品里面 用的是哪两种呢 一是半分解和弦 第二种呢 讲分解和弦 好 谢谢林东哥哥 他呢 上个节课把我的这个 我的上课的笔记啊 发到了群里 大家都看到了 他给大家总结 把我的上课的点 左手有三种和弦形式 第一种聚和弦的 一起弹的 第二种呢 分解 第三种半分解 那么我们现在一开始的 高高的清 那么这里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半分解 记住了 半分解是一个 对着两个的叫半分解 如果是把这个和弦 全部打散的 全部分开的 就叫做分解和弦 大家记住了吗 学会了吗 好 那我们的小伙伴中啊 大部分的小伙伴在弹这个曲子的时候 左手弹的太顿了 很重 这是第一 第二点呢 这个曲子是很柔和的 就是 你看这个音 这个音要弹够两拍 基本上要弹一拍 已有四分之三拍 至少要弹够 那我们很多小伙伴没有弹够 就起来了 就跳起来了 不要弹成跳音 我现在从哪里开始 从那个高高的这个地方 有歌词的地方弹左手 大家准备好了吗 左手跟我一起来一遍 我们来数一下 我们直接从有歌词的地方开始 速度听一下我的嘴巴 左手准备好 1 2 3 Do do T T T SO La la Mi mi Fa far Mi do Rai La So So Fanje Do So Dodo Ti Rui So La Mi La Mi Ti Mi Fang Do Fa Mi So Do Rui La So Do So D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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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Ti Ti Fa Do Ti Do D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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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Ti Ti Pai La L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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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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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Ti Ti Fa Do Do La Do Sorry,弹错了一个 是在第36小节 请大家看到第36小节 第36小节 就是懂了忧伤的伤 看到懂了忧伤的伤 找到了吗 好,那我们从那个伤 忧伤的伤子开始 Dodo Do Do Fa Do Do Dodo Do Do Rai La T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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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d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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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Ti Ti So La La Mi Mi Fa Fa Mi Do 我们就弹到这个47 48 49 49小节 那么后面的左手就等于又重复前面 因为那个歌词差不多 现在从第47 48 49 第50个小节开始 第50个小节那个分解和弦 最后结尾放慢 好刚才我们梳理下来以后 发现的确难度在哪只手上 通过刚才的书里 大家发现所有的小伙伴 现在卡在了左手上 我相信应该是卡在左手上 因为左手的难度比较大 为什么 它变化 不断的变化 跨度 而且它的跨度从你看从这个低八度高到这个八度 就是跨越的两个八度的晕育非常宽 所以你们要来回的话的确很难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 那么那我们对刚刚有个小伙伴是用英文说的 他看不清楚我的我是怎么换 switch我的position的 那么这个呢是你要看谱子 因为你们要是没有谱子 是不知道我的position 怎么怪 那么因为我们之前第一节第二节课 已经很详细的标了我们的position 对吧 G C 好 上一节课我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point 到底在哪里呢 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一节课我们标的那个那个首位是这样练的 左手 大家还记得我是怎么做上一节课的那个训练的吗 嗯 这样训练的啊 请等一下 稍等啊 我给大家标的首位呢 是 嗯 啊 那么 稍等啊 那么第一个你这样练习 第一个小节不要弹音 还有小伙伴还没有弹左手怎么办呢 啊 我们还是从第过门的第五个小节 那怎么做 先练我说的面 上节课我也讲了一个重点啊 莎莎也是给我总结的 把我的这个话总结下来 先练面 面是什么 比如说 啊 那就不要弹这三个音 就是 啊 你先练这个东西 你的眼睛能够看到吗 F E and D and C C and B and A and E and F and E and D 啊 你们如果 先这样子练 对 那么这样子练呢 呃 就比较容易 开始 啊 来 小伙伙伴们再来跟我走一遍 左手的面 刚才呢 是点了 已经到点了 很多小伙伴已经很 没头都皱起来 哎呀 是哪个 我的嘴巴念的是 每一个第五个小节开始到第一个音的字 字母 F F F 第六个小节是 E 第七个小节是 D 第八个小节是 C 好 这个过门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开始 从第九个小节开始 第九个小节呢 是带歌词的 下面的左手 我现在不谈 不谈和弦 是把面 先把面做出来 C B 你看 你看到第一个音吗 第一个音上面那个 冰冰的那个谱子给你们标出来 第一个音是B 对吗 B 啊 仙草的草花 仙草花是A 开放的放是E 踩一朵是F 送给你是E 小小的姑娘是D 这样子练 好吧 然后呢 姑娘的娘是B 再来别在你 C 的发烧是B 捧在我是A 心上的上 是E 继续 陪着你是F 长大了 长大了是E 看你做D 新娘的娘是C 如果的如A 有一天的天是E 新式的去了远是F 方是C 方是C 栽朵花瓣是A 做翅膀是E 迎着风飞羊是D 然后是什么 羊 羊是鸡 风羊的羊是鸡 然后如果的如A 有一天的天是E 懂了F 忧伤的伤是C 想着是F 就会有C 好梦一场 好梦是D 一场的场是C 那个C有六拍的话 就谈两个C 好我们继续 摇摇的C 天之牙是B 宣草花开是A 放是E 每一朵是F 可是我是E 牵挂模样是D 样呢 是G 让它开变 开变我是C 等着我是B 回家的路上是A 路上的上是E 好像我是F 从不管是E 离开 开 开你的身 这个地方是D 旁 是一个单译C 好 你看 这个我就教你们大家 怎么样子按这个层次 如果小伙伴们 连和弦还没有开始的话 就要走这个流程 把这个流程去练 哪个音到哪个和弦 先把这个走 走得很熟很熟了 好 这是刚才这个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把刚才那个层次上面再叠 再把它分离 就是把音加进去 F E D C 这是第二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 好 把音把它唱出来 F D F D F D 第三个层次了 第四个层次呢 才能够 才能够我们刚刚讲到的 像歌词那样的 像歌词那样的 高高高的 高高的 青山上 下草花开发 才一朵送给我 小小的姑娘 娘 把她变在你 等我发烧 捧在我心上 陪着你 长大了 在她 你做新娘 如果有一天天 心事去到远方 参与朵花瓣 就会有好梦一场 摇摇的 摇摇的 天之呀 天草花开放 每一朵 可是我 牵挂的模样 让她开变我 等着你 回家的路上 好想我 从不离 从不曾离开 你的事 好 那么今天你看一下 我就把这个左手怎么来练 右手怎么来练 详详细细的 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的 带着大家走 因为是在什么样的 是在什么样 谢谢 在什么样的 这个前提下呢 一定是在大家 自己对 朴子很熟悉的前提下 那么如果是 后面来的小伙伴呢 你们得把前面的 两集可补一补 然后把朴子要读一读 唱一唱 才可以把它完成 所以这个曲子弹出来 是非常有挑战 但是真的很好很好 如果能够把它弹下来 就特别特别棒 刚才我反复强调的方法是什么 是放慢 放慢 再放慢 只有放慢 对 只有放慢呢 你才可以达到 我刚刚讲的一个效果 现在呢 很多小伙伴是因为呢 右手如果弹得很快 你就很想把左手的速度呢 跟右手匹配 我在这里讲到的是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是very very sorry 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什么呢 是左手跟右手 往往在同你没有经过 千锤百炼的前提下 很难一时奔回 能够达到右手的速度 因为右手的思维 是你的左脑在工作 对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来讲 左脑的速度运行速度 对于所有人来讲 都是非常聪明的 而我们的另外一个脑子呢 是通过学钢琴才开发的 所以目前新来的小伙伴 甚至我们刚刚学钢琴小伙伴 都会遇到 左手奔 表象上看出来是 左手奔过你的右手 其实不是啊 其实不是 是因为我们左手右小 这个脑子开发是后天开发 所以我们现在要这个程度 跟这个程度不是Balaxy 怎么办呢 那右手弹四遍的话 左手可能要弹十遍 右手弹五遍 那么左手弹十五遍 这样的量的话 才可能达到左手的能力 跟右手的能力相匹配 那我今天讲到这个核心 大家听懂吗 就是往往有的时候 我们两个手合不来的原因是什么 是左手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掉你的困难 没有彻底的完善它 你就敢压着上架的 把两个手凑到一块去 那么这样会达到就是 就是一个慢的和一个快的 就像你们打球 一个高手和一个低手 怎么打怎么打 打不到一块去 有点 因为他们的水平不在一个level上 我们双手 其实双手的level是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刚刚讲了 第一左手比较笨 第二左手的难度也比较大 那对不起咯 左手就要画功夫多一点 可能十遍 可能二十遍 才能赶上你的右手 一定要在这样的前提下 final的时候 才可以将两手match 希望大家听进去 我今天讲的核心了 如果你能听懂的话 那希望你们按照我的方法来做 我们Nancy老师讲的这个方法 主要是为了解决核心问题 这个核心问题 其实是不光是弹这一首曲子 是所有的曲子 其实都是这样一个思维 逻辑思维方式 我们今天我还要讲到一个点 就是我很理解 非常非常理解我们的小伙伴 学钢琴就是为了弹好听啊 就想赶快把它弹出来啊 可是现实问题是什么 我说了 钢琴是技术加技巧 加理论 加逻辑思维 再加协调能力的综合体现 这个所以学钢琴 是可以锻炼你的很多能力的 这个眼睛 嘴巴 想的 手 脚 唱 这些功夫 你都要练的 那么我们现在要来学这门技术 不是简单的 我现在要来拼凑 我就马上拼凑 好像就出来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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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要讲核心的问题是 一定一定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决 右手把它梳理清楚 很顺流 在左手很顺流 不能有问题 只有当两个手都非常熟练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时候 它才能够合拍 而且要尽量达到左手的程度 跟右手几乎能够匹配 这个时候才能合在一起 这个时候你的 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否则你们会发现 很多小伙伴学了很多年的琴 可是他谈没有一首曲子能够完整 为什么 总是结结巴巴 总是结结巴巴 很努力 非常努力 他也练了很多 可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就是因为 两个手不balance 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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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一个跳交易舞的双人舞 有一个高手 那他们两个 那个弱的那个 总是踩那个高手的脚 就是这个道理 差不多 是这个意思 所以核心问题 一定要是把弱的那个手 提高 提高 再提高 那么这个提高 没有捷径可以走 就是量化 我们讲的量化就是 次数 一遍 十遍 二十遍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时间已经超过了 我不知道大家 听懂了 我今天讲的没有 如果听懂了的话 那么 就 我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要看这个 我已经放了视频给大家看 你就会看一下我的视频 那么里面讲的感受 那么细节 我重点是来解决 Nancy老师来上课的目的 是来解决大家问题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 两个手是不是要同时抬手 No 这两个手的 抬手的地方是不大一样的 不大一样 因为左手的和弦 基本上是一个和弦就要抬字手 左手是一个和弦 基本上就要抬字手 而右手呢 是一个乐句抬字手 那么 大家听懂了吗 大家都听懂了 我怎么解决问题了吗 刚才我没答这个问题 视频你听见了吗 那么 有同样问题的小伙伴 请大家记住 我今天的很多核心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 就上到这里 大家还有一点点小时间 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新的小伙伴 要入群的 就赶快 入到我们的钢琴群里面去 还有谢谢苏丽 我们在这里 还要谢谢苏丽 给我们花了很多精力 来收集大家的作业 还给大家翻译 这里没有两大工程 我们这里有两大工程 好的 准备好了吗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东方 董方应该是 董方在群里吗 你们需要这两 这首作业的呢 需要的话 请到群里面去 一定你要到群里面问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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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全部在 全部进来 全部到 大家请到这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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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有问题的话 请到群里面问问题 然后呢 如果有新来的小伙伴 请大家 让李主席 把你们拉到群里面去 或者叫南非燕姐 把你们拉到群里面去 好吗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 谢谢南非老师 那个下边呢 大家 如果 不在钢琴群里面 加中心的二维码 加了以后 你说 你要进这钢琴群 都给你拉进去 对 有问题到群里面 因为下面中心 还有其他的活动 大家都可以参加 南非老师 提前祝你 那个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刚刚刚 现在说是 端午节是不是 星期一 下周一 那就是那天余嘉 我们不练了哈 休息一天 那你就 那你就出下通知好吗 对对对 主席会出吧 已经发到群里面了 已经发到群里面了 呃 余嘉群也发过了 下周一 这个除了 八段锦坚持链 以外的去 中心里说 活动停 我们是中心是国内的传统节日 加拿大的法令节日 中心的休息天 好呀好呀 正常呢 我们这假日都正常都上上课 正常都上 就是正常 吃粽子 吃咸腰蛋 今天晚上呢 现在给大家播一下 这个我们三月八号 三月八号的一个亚健康 这个崔博士一个亚健康的一个视频 给大家播一下 这段时间吧 拜拜 大家这个 拜拜 拜拜 疫情也 疫情也好装很多 现在人都 都出去跑了也比较多吧 一个大家注意安全 再过来这个 我们现场活动吧 反正我们照常 大家有时间都上来 上来 中心的活动来 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都有活动 有有有学 有有活动了 学习活动了 正常正常情 没有了 我们主要是回放以前那些 对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视频 那今天就播放3月8号啊 3月8号 我那个 呃 一个亚健康 除非关于亚健康那个视频 那我先马上给大家播一下 我现在先给大家分享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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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视频 谢谢民族的观看 Еще等下 我们先拍摊自己的观看 对这个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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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在那个厚度 对这个关注 对这个关注 ana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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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 十五 十六 十三能 你為何古时有一點 你的客人 你的客人 你抽到了 你和得 出來 哭 爹 你 杀 10 岇 點 便 怎麼 東西 我們 過來 很高興 那就有股 你有股的人 我和你一切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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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控器 我和你一切都不得了 我和你一切都不得了 我和你一切都不得也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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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